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二塞亚书》二章十二至二十二节 因为天君的上主已定了清算的日子 他要懲罚骄傲和有权有势的人 他要使被高举的一切降碑 他要堪倒黎巴链高大的香柏树 和巴山所有宏伟的像树 他要削平一切高山和一切高耸的山丘 他要推倒每一座高楼和每一岛堅固的城墙 他要摧毁所有巨型的商船和每一艘华丽的船席 在审判的那一天 人的骄傲要变为卑微 人的狂傲要降为卑下 唯有上主受到尊崇 偶像要彻底消失 当上主起来遥陷大地时 他的敌人要爬进地洞 藏在岩月中 躲避上主的惊客和他威严的荣光 在审判的那一天 他们要丢弃做来供自己敬拜的金、银、偶像 把他们的神明留给鼠泪和蝙蝠 他们要爬进洞月 创在崖上淪迅的岩石间 在上主起来遥陷大地时 他们仕图要躲避他的惊客和他大有威严的荣光 你们不要倚靠凡人 他们如气息般薄弱 能带来什么帮助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谁是我的倚靠》 有些人容易流露感情 亦都比较倾向依赖外在的人士 和力量来令自己开心快乐 有些人休门的时候 会找朋友谈谈 天南地北 畅所欲言 令到心情变得舒畅 有些人遇到疫境的时候 会参加不同的成长辅导课程 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无可否认 愿意找人帮助是好事 这些方法有时也很有效 但是漸漸地 我们容易忘记 令到这些方法受效的是上帝 我们容易不自觉地 靠了人的力量和智慧 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倚靠世人 这个不是要我们将自己隔离 在孤独生活 而是提醒我们 不要将人神化了 圣经说 人避孔里面不过有气息 实在算不得什么 是上帝将气息 吹进人的避孔里面 是上帝将一团泥 变成有灵的活人 上帝才是智慧和生命的源头 成长不等于追求快乐 成长是靠着那位 创造我们的上帝 带领我们放弃我们 以为有把握的方法 离开自以为安全的保障 如果我们依靠金钱 知识、名人等 来帮我们解决困难 那我们和没有信仰的人 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生命的焦点 是否放在上帝身上呢? 我们会不会高估了 人的能力和智慧呢? 多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